首先,希腊以来的所谓哲学,形而上学,它的本意是不包括后来人胡说八道,加上的那些什么儒家哲学、东方哲学之类的东西。 哲学就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,是爱智对世界可知性的认识和分析。 无论你是怎么分析,但是这个基本盘是不动的,一直到修摩出现。 修摩对认识论上,他挥舞着一个大铁锤,对着认识论直截了当地砸了过去,把认识论砸成了碎片,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,因此在哲学上造成了一场大混乱。 要么你就像贝克莱那样干脆回到基督教那里去,用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,要么你就像康德那样用鲜艳的方式来替代上帝,取代理性认识所不及的问题。 总之是经过修摩这一折腾以后,传统的爱智理性的路是走不通了,那么你怎么能走的路就只有这几条。 要么你回到宗教传统上去,要么你用一种鲜艳式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缺,要么你就像修摩开辟的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那样,只讲经验,原来传统的形而上学,上的那一部分你都撇开不讲。 要么你就像后来康德以后苏本华开辟他的路一样,你就索性是只讲感情和意志,把传统的讲理性讲认识这部分也抛到一边不管。 所以实际上是修摩这一个大铁锤砸出来的分化,康德是针对修摩问题的一个回答。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康德衍生出来的,鲜艳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产物。 当然这不是说是祖师爷画分开了以后,墨流之间就不能够杂交了。像奥地利学派本质上讲是德国鲜艳主义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原生,但是哈耶克后来又深受经验主义的影响,所以他在奥派中间就成了一个艺术。 大多数奥派是纯鲜艳的,而他自己则是受了修摩和达尔文的深刻影响,企图把奥派的理论和苏格兰学派的理论融合起来。其实苏格兰学派是经验派的,而奥派是鲜艳派的,但是在哈耶克的手里面就变成一个混融的体系了。